农民意外挖出成吉思汗金牌 不料专家却劝其上交 这一发现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要知道男子挖出的这枚金牌 在古时候就是最高指令 用它不仅可以调兵遣将 就连说出的话都可以直接变成圣旨 那么这个金牌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天住在内蒙古乌兰浩特的李老汉 正扛着锄头往自己的地里走去 庄家人一天到晚的都要在这片地里 来到这里后 口渴的他坐下刚准备喝水 突然发现前方的沙子底下似乎有着硬物 他拿起来一看 好家伙 竟然是一个金牌子 上面还刻印着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文字 他仔细的抚摸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是金本 还是颜色和金本一样的金属 不过在太阳底下 这块牌子是意义生辉 他仔细的看了半天 决定先拿回家 回家的路上 老李一边想着牌子的样子 一边想着上面的文字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震惊地掏出了那块牌子 这上面的文字分明就是猛文 要知道 成吉思汉当年就是在这里起家的 难不成 自己意外捡到了他的金令 越想越不对的他 快步走了几步 就走到了自己的家中 这个宝贝 虽然有些磨损的痕迹 但是可以看出 此物做工极为巧妙 就这样 老李将这个秘密隐瞒了下来 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他坚信 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恩赐 他也绝对不能拿这个东西 去换取什么 然而 这个东西兜兜转转的 还是来到了他儿子小李的手中 那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都见见 我就虚意了 虚意也挺费劲 找到地上 跟我朋友俩 成熟那朋友 可笑找着呢 一问有俩专家 他瞅两眼 他瞅两眼 他俩交换好回首 或者到时候完了 就他瞅他 插瞅他 都晃头 我说我一看 这家 就是不认识 我人开喊 说那个把那一百分 建训给拿回来 退回来 建训不了 农民挖出成吉斯汉金令牌 专家却劝其上交 不料这个宝贝 却兜兜转转的来到了他儿子手中 老李将金令牌拾到以后 便一直藏在自己家中 即便是自己的儿子 他也一直并未和其提起 然而 人总是要面对各种离别 老李的身体在过去几年当中 越来越差 在自己弥留之际 他和儿子说出了这个秘密 不过 当时儿子并没有将其当回事 自己的家中一直都不太富裕 为此 他努力读书 走出了大山 自己家中困难的时候有很多 可却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提起过这件事情 如果有这样的宝贝脱底 那么父亲就不会那么窘迫了 等将父亲的后事安排完以后 小李碰到了意外 他的创业过程因为一些原因失败 为了还债 他不得不将家里的东西统统变卖 沉浸在失败情绪当中的 小李来到了父亲的老院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父亲曾经给自己留下的那个金牌 自己当初并没有将这个宝贝当回事情 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 那么自己不就翻身了吗 说吧 他便开始寻找起来 然而 不管怎么找 金牌就如同消失了一般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最后他竟然在地窖里找到了这枚金牌 当时 他认为这就是个房亭 便随手丢弃在了自家地窖当中 如今 他可不肯随意丢弃了 这个东西 很可能是他翻身的唯一指望 之后 他便找人进行鉴定 一位收藏家很快就和他联系上了 对方看到金牌以后 两眼直冒光 他知道 这是真东西 随即开价八千 对方告诉他 这个黄金含量不纯 只有48%的黄金含量 而银含量也有一半 那么这究竟是真是假的 以地来讲 他们大多都是铜的 或者是铁牌 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 由此可想 这个牌的价值有多么高 农民挖出金牌以后留给儿子 专家却劝其上交国家 当小黎找到收藏家进行估价的时候 对方一眼就看出这是真东西 居今大概有800多年了 然而上面出现的神秘编号却让收藏家担心 这一般都是博物馆做的标记 为了方便记录 如果这个东西来路不正 那么他也要跟着吃瓜落 不过两个人还是被利益冲昏的头脑 还是留下了2000元定金 要知道 在上个世纪 2000元也算是一笔巨块 收藏家找到朋友将金牌买下来以后 他们立即找人进行鉴定 而专家的话却让他们全都傻眼 对方告诉他 这的确是真品 上面的文字是元朝初期的文字 类似于清代的圣旨一类的作用 可是这个宝贝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他们立即找到小李 准备彻底将其收下 不料小李却找到金店老板决定将其出售 好在他们感到的快 专家可以确定 这就是元朝金令圣旨 这枚金牌的出现 可谓轰动了整个考古界 专家们得到以后非常喜爱 他们找到小李说了这个宝贝的重要性 并且劝他将这个宝贝捐献出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小李最终也并没有将其卖出 反而是听从专家意见将其捐献 这个宝贝也被内蒙古大学博物馆收藏了起来 并且一度成为这里的镇馆之宝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金牌 竟然是号令百万雄师 能够代替圣上传下命令的最强认证 谢谢大家